大家好 在岸边看了莫雷诺冰船后 我们在游客中心坐上旅行社的车 前往湖边去坐小船 因为还有一点距离 我们下车后往下走 船已经在岸边等候了 导游给我们吃上的人发上船的票 这个包含在一日游里的9900笔锁的费用中 上船后拍一些岸边的景象 进入船舱 船上的导游开始介绍 讲的西班牙语可惜听不懂 船上还有摄影师给大家拍照 又是导游狂编的这位先生负责拍照 当然你要选择了他拍的照片是要付费的 莫雷诺冰船以其独特的特征而闻名 它是少数起座仍在积极前进的冰川之一 由于冰川前端不断地向前移动 冰块会从冰崖上断裂 并坠入阿根廷湖中 看看湖中散落的湖冰块就是这样产生的 坐船观赏这座冰山是一种独特难忘的体验 这种方式可以让游客从湖面上近距离欣赏 能够更加贴近冰川 游船会靠近冰川的前端 让游客能够欣赏到冰川的雄伟和壮观 船在湖面上缓慢行进 为大家提供了充足的时间来欣赏冰川的美丽和细节 坐冰川形态各异,结构复杂 冰块的形状和颜色变幻莫测 在阳光的照射下 冰川会呈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蓝色 给人一种神奇的感觉 由于气温比较低,风比较大 我躲在船舱里欣赏 老公上到甲板上观赏 并帮其他游客拍照 看看红面上有许多伏兵 游船要避开他们 不然会发生危险 除了 可以放在那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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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是一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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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了冰川我们下了船 坐上旅行社的车准备回城 司机和导游负责把每个人送到各自住的旅馆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再见